我有去看到我老婆的發文 是不可能離婚 這雙絲襪是我 從你櫃子裡面找到的 它有穿過 它一本捲在一起 剛脫下來捲在一起 我已經幫你打開了 這雙絲襪你從來沒有穿給我看過 從來沒有 它已經穿過了 比如說 我早晚才回去 回去算是怎樣 我回去車庫的時候 我看到兩罐礦泉水 這個礦泉水它是 就是比較高級的飯店 它們配飾的礦泉水 我看到 我問納美說 我們家裡怎麼有這個水 他說他不知道 那後來我就是 到那個房間 回去就是整理東西 然後看到抽屜 那有一件那個 濕襪 納美的 我跟他公母說 他家裡面怎麼有這個濕襪 怎麼有這條濕襪這樣子 他 因為問他那個礦泉水的事情 要去外面就不太開心了你知道嗎 他大概不跟我講 那不跟我講 那時候我在三樓 他在五樓 那我就 拍影片 拍給他 我就說 怎麼有這個 濕襪 怎麼這個濕襪 他也會撒過 你知道 所以我就帶有大兒子 到那個 就是去買東西 買玩具給他 後來我就買了一些生活用品 我拍給他那個不是新的 那個我買給他是全新衛塞風的 後來我月女兒打電話給我說 我說我誤會他 說他那一天 情人節那一天 他有打扮 他有在那邊換衣服 那就是說 就是要過情人節 他可能是那一天的 一些配件 或怎麼樣 我是不清楚 因為那天我不再講 我也是在問他說 比較有那兩罐水 比較有那種絲襪 我就是問這個事情 你的解釋我聽到就好了 記者不用爭吵 這沒什麼 後來你們知道嗎 我去 去問了那天有兩個房仲 有兩個房仲去我們家 因為我們有委託他 那些資產的事情 那房仲他們 那兩瓶水是房仲帶來的 其實納美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 她也是我這輩子遇過 最好最好的女孩子 我是不可能離婚 我跟你大家講的很大的重點 我昨天跟納美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這九年來 我從來沒有虧待他的母子 要豪宅就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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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愛的 要相愛的 來要手錶手錶 要錢有錢 我從來沒有虧待過他們 今天我在講就是說 你若聽說你沒想要跟我做好的 沒關係 人家我們就夠完債就好 但我年前也很簡單 我每個月該給的 我再多給沒關係 每個月該給的多給沒關係 多付出沒關係 這是我說到做到的 啊你啊 馬上來跟人家有三十萬元 你會有點做啊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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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